終於你在現場裡看到了資格 打開了遊戲 選一隻看起來最順眼的角色 想要像那些高手一樣殺翻全章 但事實上 你完全不知道該做什麼 你迷失在紐約的都市叢林 哦 好像這裡有野怪應該打一下 等等 這波線推進來了 我是不是該去接線 但右邊打下來了 這顆小罐子是什麼鬼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有價就打 ARAN 如果這些聽起來很熟悉 那你可以繼續看下去 這部影片要從零開始 告訴你該如何讓自己的經濟達到軍標 就算書線也能不落後 我知道你可能來自多倫特宮 來自APEX 瓦羅蘭 古老一點還有Smith 跟未戰而生 或者是 這什麼遊戲 我不熟 相比於前數的遊戲 Dalag獲取在光譜上 它更貼近於掉下去 我只是囉 這是一款真的肥起來 能夠一打六的遊戲 經濟 才是最重要的 你獲取的金錢 等同於你的裝備 等同於你的等級 遊戲中的經驗等同於金錢 如果你完全沒有在獲取金錢 那你的等級就會停滯 通常標準為每分鐘800金錢 15分大約有12000的經濟 你可以想像成英雄聯盟 大約20分鐘平均10兵150左右 這是你應該盡力要求自己達到的標準 當然會因為輸線 或者是角色呼客達不到 但當你開始有意識的在觀察自己的經濟的時候 是不是太落後 你自然而然會漸漸提高自己賺錢的效率 我最討厭對面的黑子 農整場 然後最後出來吹毀彙戰了 可是他們不能 他們要怪自己 他們前面那麼大優 然後不能自己結束比賽 他們要怪他們自己 我現在要成為我最討厭的那種人了 農整場 然後出來吹毀比賽 我真的好討厭這種黑子 然後我就要成為這種人了 第一個遊戲最重要的時間 2分鐘 遊戲開始了2分鐘 也就是最小的麥克華斯基出現的時間 綠色的三角形 血量為250 每次給大約50金錢 有些角色的技能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 前期就能農野怪 但前面你通常不會想農這些野怪 雖然150金錢相當不錯 但也就相當於斑駁兵吧 為了野怪損失技能 跟TK自己加小兵的機會 通常不值得 但如果你真的很閒 你又剛好是玩老七 一個Q過去 剛好能包出三隻 配上一個重拳全清 那還是可以清的 但不要為此損失了線上的兵 小心野怪營地清完後 會在4分鐘後重生 因此假設你是在遊戲的第4分清掉了 下一次會在8分10重生 再來是遊戲開始的第三分鐘 精神像還有箱子開始生成 箱子不論方形或扁形 都有機率給40金錢 體感上約為33%機率 每5分鐘增加30-40 之後遞減 精神像則會給隨機的永久屬性 這些屬性價值都相當於50-100塊不等 500塊裝備 額外魂力 給9魂力 35生命 1生命恢復 精神像 掉落2魂力 這幾乎就等於5分之1的額外魂力了 之前鬥登特攻致命歐洲選手 Norcos 目前Rank最高的Ledge神邊玩家 如你所見 他被打爆了 -OK,我瘋了 -OH SHIT 這非常正常 對方也是超高AMR的玩家 通常也是職業選手等級了 一顆不小心被單殺 就很容易被滾欺雪球 但Norcos利用對地圖的熟悉度 雖然被弄奧難以撕冰 但還是透過各處的箱子 把職業經濟補了一些回來 這些箱子可以透過翻滾直接拆掉 或者是你可以圓圓的普攻 就知道有沒有必要過去撿 但你在路線之間穿越時 請務必順路把這些箱子拆掉 玩久了你就會記得這些箱子擺放位置了 當然也不要走火入魔 拆箱子不吃線不幫會戰 你也不是在做回收 7分鐘後 中型野怪營地將會出生 這些是三角形 下方再多一條直線 中型野怪也是三隻一組 一隻約為100金錢 小型麥克華斯基的1倍 血量為500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中型野怪可以透過卡視野來規避傷害 因此如果你是前期農的話 請記得要卡住野怪的視野 同時 遠古野怪 大型野怪營地 也會出現 這並不是你前期想要碰的東西 一隻血量為1760 傷害也非常的高 除了少部分的角色能夠前中其農 其他時間你都不該碰 遠古野怪 花的時間過多 通常會相當於能夠打兩波兵線了 高封劍 高回報 也因此一隻的金錢為250左右 相當於中型野怪的2.5倍 魂魄 是遊戲中獲取金錢的最主要方式 每次出現的時候 會在左 中 右 隨機挑選 當挑選之後 軌跡幾乎直直往上 大部分的英雄右肩是拉近視角 這會幫助你瞄準遠處的靈魂更方便 這些魂魄來自於最後一集擊殺小兵 或者是販賣機 擊殺敵人 防禦塔等等的 當這些魂魄出現 沒有任何人對其進行攻擊 自然消散之後 會分給附近的友軍 那我要講更細緻的事了 在遊戲中 前10分鐘的最後一集擊殺小兵 將會是附近所有的友軍英雄共享45金錢左右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的隊友正在回補 或是買裝備 你可以幫助我hold住兵線 尤其是在被限殺之後更要如此 在他回到線上後再吃兵 損失一波小兵的經濟相當於320左右 在前期少一件500元的兌線是非常傷的 關於500元兌線可以再看一下我上部影片 再來就是第10分鐘 這時候你會聽到這個聲音 這個時候遊戲會發生大變化 最重要的就是線上的魂魄改變 在前10分鐘 所有小兵的最後一集 都會給附近的友方英雄40金錢 接著對飄起來的魂魄最後一集 附近的友方都會獲得40金錢 也就是雙人線的時候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但是在10分鐘後 對小兵的最後一集 將不再給任何的金錢 魂魄將會變成一隻小兵100元左右 你會分給附近的友軍 甚至還有遞減的狀況 比如說2名友軍為平分50元左右的話 3名友軍則為平分20-30元 這已經遠比一個人獲取100還低了 4名以上則為10差元 5名以上則為個位數 這也是為什麼當大家都在守基地的時候 你會看到個位數魂魂魂出現的原因 同時第10分鐘會出現喬上buff 這些喬上buff維持160秒 被吃後 5分鐘後重生 通常來說在第10分鐘搶落這些符文 將會讓你在3分鐘內都可以壓制對手 非常重要 但是做的人並不多 強制加成 增加40%的彈匣 20%的射速 這幾乎等同於2000塊價值的效果 前級非常強大 司法加成 增加20%冷卻恢復速度 加25魂魂 同樣非常強 就算放到後期也是價值連成 魂魂 並不是單單只有技能傷害而已 遊戲中所有的角色、技能 都和魂魂掛鉤 冷卻時間、持續時間、傷害效果等等 存在AD的角色暗影黑子 子彈之舞的大絕持續時間 也是吃0.07的魂力加成 灰爪、鐵龍、老七7的跑速都受到魂力加成 你可以把滑鼠移到的角色紀念上看詳細的效果 耐久加成 400生命 1%生命恢復 1%生命恢復非常強大 遊戲中大部分能夠拿到的基礎屬性都會微微恢復 再來就是最強的 靈活加成 加熱耐力 加30%耐力恢復速度 加3M的跑速 加50%藍鎖滑行速度 這些價值相當於3000塊以上 前期拿到就能Gank 壓制對手 再用跑速還有耐力優勢做狠皮的事情 或者是送魂翁 拿出經濟茶 說到魂翁 魂翁會在第10分鐘同樣出現 15秒後落地 魂翁會要求你送到地圖的另外一端 也就是橫畫地圖 送魂翁者不能使用任何技能、強姿 但是可以翻滾還有使用近戰攻擊 有部分的英雄可以在使用前先用自己的加速技能 比如說酷兵甲、Kelvin 還有暗影黑 魂翁送到後 會給全隊超多的金錢 還有一個技能點 我是說全隊 前期送到 大約每個人獲得500-600元左右 隨時間提升 一個技能點也非常強 可以讓某些技能點點到3階 會發生紙片的英雄更快地取得優勢 如果你的隊伍正在優勢方 全線推進 那嘗試送魂翁會讓你們的經濟拉得更開 而弱勢方除了防守魂翁之外 也可以利用一些兵線優的時間偷送魂翁 這些魂魄販賣機需要用重擊打掉 10分鐘後出生 雙方家裡各有兩個販賣機點 其中一個點會是兩個 每次近戰攻擊會給魂魄約40 並且在5次後給總金錢 也就是第一台販賣機準時摧毀 給大約400元金錢 算是非常多 但也要記得 小兵永遠大於一切 10分鐘後 反補對方的兵 也可以獲得100金錢 這些都該是你忙完線上的事情後 再去做的事情 最後是Made Boss 10分鐘後 Made Boss出生 打死Made Boss會出現復生金石 需要用蓄力攻擊打掉 這些復生金石會給全隊英雄3分鐘的Buff 3分鐘內死亡時間減半 用完即消失 而小兵則會增加58的血量 278的射速 在一波勝利的團戰後 去打Made Boss 會讓遊戲終結的更快 我們來總和一下剛剛的事情 2分鐘出野怪的小營地 你可以在推完線 花10秒吃掉的話就能吃 3分鐘出箱子 路途上的高樓都會出現 在趕路的時候記得順便摧毀 7分鐘時出中型野怪 還有大型野怪 這些野怪會難打非常多 獎勵豐厚 10分鐘 最重要的時間點 小兵的金錢機制改變 出現拍賣機 出現Made Boss 出現魂翁 出現橋上符文 同時地圖上的傳送門 也可以開始使用了 第10分鐘你最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準時吃符文 壓制對手 就這樣 我有什麼沒講到的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夏季的企劃 我本來是想做森法教學的 但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森法 算了 影片剪輯不易 讓我一整個週末都不能玩Dealock 切斷正常已經開始出現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請留下訂閱 接下來還繼續推出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我貓 我們下次再見